嗨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娱乐热榜,每天为你们分享有深度的娱乐事件,喜欢我希望你能订阅加关注评论哦,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。 这两部剧可以无缝连接,因为太喜欢任嘉伦的演戏的那种苏感和氛围了,这是在很多演员身上很难见到的一种特质,这也是他作为演员的独特魅力。 希望的还是看到他的作品,只有好的作品,才能在演艺圈安身立命,任嘉伦还很贴心地说,我会过得很好,别为我担心,听到这句话的猫猫,差点眼泪掉下来,原来家人们的牵挂他都知道,还一直都放在心里,让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,还送上祝福,希望大家事事顺心,万事如意,身体健康,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看完直播的猫猫,心里一阵失落,很不舍,多么想这次直播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再长一点啊。 这次直播大家看了吗?是不是感觉看的时候,感觉时间特别的快呢?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吧,大家一起留言互动下。 对此你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订阅关注告诉小编哦。